衛生局人員前往台中成功嶺 中央廚房來積查 因為成功嶺營區疑似爆發 懦罵病毒感染 廠商中央廚房被要求停止公餐 出現狀況的是 替代一224T次的逸男 984名逸男三號入營 9月6號吃完早餐之後 有一名軍官54名逸男出現了 上吐下線身體不適的狀況 被送往醫院治療 其中有8人情況比較嚴重 留在急診室觀察 院方初步懷疑是懦罵病毒感染 疑伸署表示目前送醫的55人 症狀都已經緩解回到營區 但已經要求他們要先隔離觀察 也會配合衛生機關調查 並加強環境消毒 除了懦罵病毒可能性之外 衛生局也指出不排除有食物中毒的可能 已經將當天早餐的高麗菜粥 饅頭豆漿等檢體來送宴 兩週之後結果就會出爐 要釐清原因 第二台中綜合報導 土耳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